新城乡乡长合理台办理新城乡原住民组属其娱乐量一下的活动 18号举办成果展 而内容已培养学生多元学习创新思维 让同学们有个充实的暑假 今天一家的合理台为了让乡内学统以及暑假期间 能够有多元课程学习体验文化活动 则成原住民事务所办理新城乡原住民组属其娱乐量一下活动 活动从112年7月10号到8月18号为止 初期规划招生25名学童 活到老师一名 民主民族7年属其攻读生两名 泰鲁格族与推员一名 阿美族与推员一名 共同加入学童课程设计 内容已培养学生多元学习创新思维 以及未来的学习竞争力 让学生们在暑假期间能够活学活用所学 安排组织语言学习的基础 同时也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让大家在暑假期间有共同的花园以及记忆 同时也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作词 垃圾 我們原住民主委員會對於這一次的暑期預熱 補助了3萬人 還有花蓮縣政府我們縣長徐貞瑞也補助了2萬人 取以不足的經費 也謝謝我們鄉長何理堂 各位鄉民代表的支持 不足的部分都有我們的公庫還指引 今天看到我們的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那麼精彩的演出 非常的感動 大家像馬路馬恩吉大一樣 都是一家人 在認識了新的朋友 也希望藉由這一次的活動 希望各位小朋友回家以後跟爸爸媽媽阿公阿嬤 過程上都有我們的族女 以後有機會就參加我們的族女認證 不論在升學上還有就業上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將來何理堂表示 這是原住民事務所扮演的暑期預熱兩下活動 能讓參與的學童們帶著滿滿的喜悅的回憶 並認識親朋友 希望家人們與學童互動時光足以表達 認識文化並鼓勵考足以認證 為了在升學或是就業上是優勢的保障 也感謝原住民族委員會 歡迎現場委員長徐正偉 現在下面代表會的支持以及指導 學習教學的老師 以及陪伴輔導學童兩位共讀生 再次祝福每位學童們美好快樂 也祝福各位家長們以及長妹們能夠平安順利 花蓮縣新城山一百一十二年度 原住民族兒童娛樂成長一漫波兩一下活動 讚不讚?讚! 記者就很欣賞不道